这个是土人参 看这个根 这一棵是我从一个小桥的角落里头 给拿回来的 那个桥的边边的地方 只有一点点的土 它那时候只有牙签那么细 我就想给你个花盆吧 没想到这下子种了 没有将近八个月的时间 长得这么好 我就一直把它修剪打顶 这长了好多的花剑 原来土人参 要是开花了的话 比盆栽还要好 看这是我打顶的地方 我把它掐了它的那个 头的地方掐掉一个 就长出了两个 这是两个 这个呢开花了 掐掉这个分支又长两个 朋友们我的土人参已经开花了 这就是不断的修剪 不断的打顶 才会这样的 看到了吗 已经全都开花了 它的花很漂亮 我们再看一看其他的 这圆圆的一个小球 一个小球的 是它的种子 这是它的种子 哇 真的很漂亮 土人参开花还很快 而且呢又很密集 看到了吗 每个枝条它都有开花 这么多个枝条 简直是太漂亮了 来摇晃一下 摇晃一下 好美呀 就一个土人参 然后现在它已经快要撑不动了 架一个铁丝给它 根也裸露在外面了 土人参是可以吃的菜 叶子 叶子也可以吃 花的根也可以吃 朋友把我拿了一个板子挡着 这样的话会更好看 更清楚 哎呀 这花真的很漂亮 这是花 这底下这是花苞 圆圆的这个珠子 这是它的种子 好 我们再远一点来看 这样的话土人参就介绍完了 让大家看看喜不喜欢 喜欢的话呢 可以随便找一些种子来种一下 都能弄出一个大的盆栽来 好了 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会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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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